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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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人的心情不同 对自己的身体健康 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即使是病痛产生 碰到很困难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心态积极 凡是多看看他阳光的一面 王阳明在折居农场的时候 写下了一篇千年传颂的一缕文 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这是在郑德四年的秋天 有一个从京师来的小官 带着一个儿子和一个仆人 从农场路过去上任 阴雨天黑 投诉于疫苗民家 没想到 第二天中午 有人从那条路过 就发现了官员的尸体 晚上 官员的儿子也死了 第三天 就连仆人都没有逃过厄运 听到此讯 王阳明悲伤之语 明两名童子 去把三具尸体埋了 并感慨地说 我早知道你会丢了性命 前两天 我隔着篱笆都能看到 你愁容满面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如果你真的贪恋这五斗米的俸禄 开心地去上任有何不可 为什么要这么不开心呢 要知道 此去路途遥远 掺风速路 攀越崖壁 更是难免要劳累筋骨 笑莫心神 周围还带毒的瘴气 如果在这种时候 基于伤心 内外加工 其又不死之离 我离开故乡 来到这里也有两年了 同样也经历了障毒的伤害 但却能安然无恙 就是因为我始终保持着 获达愉悦之心 没有一天是像你这样郁郁寡欢的 正因为王阳明无论在多糟的处境里 都能保持一份愉悦快乐的心情 他才能撑过贬折路上的种种苦楚 他被贬折到自然环境恶劣的龙场时 跟随他来的仆人都冰倒了 唯独他一个人无事 这就是乐观的力量 所以要想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 关键就在于如何引导和掌握自己的心境 现代社会就是个充满竞争和压力的社会 人们的内心普遍承受着一定的负面情绪 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 就会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乐观起来 必须学会自我调整 而修好这颗新好运子来临 王阳明针对练习书法曾说 古人随时随时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自豪意在其中矣 古人不管再做什么 随时都在用心学习 等到心精明透彻了字 自然也就写得好了 他将这些方法总结为八字真言 宁思净律你心于心 这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大秘密 你心中所想的一切 最终会把与之相应的事物吸引过来 纵观王阳明的一生 虽然无数坎坷 历经磨难 但令人惊奇的是 每当他处境危险 看似的关键时刻 总有贵人和转机出现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在有意无意中运用了这个方法 因为无论在怎样困难的环境里 王阳明都能很快调整自己的心境 尽量保持在一种淡定 愉悦快乐的状态中 在这种状态里 呈现在他心中的心理图像 必然是积极向上的 对人生的美好追求 和对事业的热忱心态 自然会增加他接触贵人的几率 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苏氏 也有着一段充满负面压力的人生遭遇 因为乌台湿岸受连累 苏氏直接被抓到了京城 遭遇淋雨之灾 几年后 苏氏被侥幸释放 却又被贬到了黄州 王安市变法开始之后 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杭州 颖州 扬州 定州 英州 惠州 湛州 湛州 都曾是苏氏的折据制的 使徒不顺的苏氏并没有消沉 相反他历经图治 专注于这些偏远地区的民生问题 很快就得到了百姓的爱戴 苏氏除绝文采的另一个绝迹 就是化痛苦为快乐 被贬到岭南 他就愉快地趁机吃起荔枝 写出了日丹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家具 被贬到靠海的惠州 他又开心地趁机大吃生蚝 并且开始自嘲起来 声称担心朝中大臣知道了 要来和他抢贬折的可怕 无非就是三点 贫并俊 可是苏氏却是专注于美食 民生和创作 让生命在逆境绽放出了一种别样的风采 想要获得真正的幸福感 就要学会宁慈净虑于心 让自己的心灵获得安宁 我们要让哪些更美好的 有价值的目标成为苦难中的灯塔 将自己的经历 集中在哪些有价值的事情上才能逆流而上 三修好这颗心自律师首要 王阳明说 日间功夫绝纷扰则静坐 绝懒看书则且看书 是一因病而要 白天磨练功夫觉得烦躁 就去静坐 如果感觉懒得读书学习 就去看书 这是对症下药 他告诉我们 修心的要点就是要学会科技自律 坚持每天做一点自己懒得做 但却有意义的事情 以此来磨力 调控自己的心性 换句话说 就是要学会引导自己进入最佳状态 这样 你便不会因为惰性和义物的矛盾纠葛而痛苦 久而久之 当优秀成了一种习惯 自律也就成为了人生的一部分 一切水到渠成 良药苦口利于病 忠言逆而利于性 有利于你的事物 不一定会让你舒服 放弃学习而选择安逸 就是人性的弱点 所以想要修炼内心 最重要的就是克服人性的弱点 对此 王阳明和曾国藩都主张 咬牙做去人是一种十分矛盾的动物 强大的惰性与巨大的潜力 在体内共存在没有自我要求的前提下 很容易变得拖拖拉拉 一无所成 而施加了一定的压力和强迫之后 人生有了目标和动力人的潜力 才会被激发出来 完成生命价值的质变 可以说 世上的许多事情都是被逼出来的 人必须强迫自己 才能将自身潜在的才华和智慧 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个人连自己都管理不好 又能做成什么的人都有坏习惯 心灵都会受蒙蔽 所受的蒙蔽越重 强迫自己就越艰难 但是成功没有捷径 只有付出 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和功夫 在一次次强迫的魔力中 一步一步消除坏习惯 才能恢复新的本来光明 这就是王阳明为我们指出的路 所以 凡是多强迫自己 能获得意想不到的修为和成功 似修好这颗心 减压不可少 王阳明说 读书作文 安能为人人自类于得失耳 读书和作文 怎么能牵累人呢 人其实是被自己的计较所累 这句话 道出了人之所以活得累的根本原因 精神的内耗 这内耗则来自内心对得失的计较 比如你做一件重要的事 会希望做得好 害怕做不好 按自己教着做得好 会怎么样 最不好 又有什么后果 内耗也就开始了 焦虑 本就是由内耗中产生的 在这种状态下 必然会在那里换得换失 杂念丛生 很难高度集中精神 进入高效率的工作 学习状态 只是看上去很努力 当然就不会有好成果 怎么应对 王阳明告诉我们 只要心灵提升到一定境界 有自我控制的能力 就不会给心造成千类 即使有了千类 也能及时发现 及时解除 比如说学习心技能的时候 我们知道求快之心不可取 那就放下它和人交往的时候 我们知道极度之心不可有 那就丢弃它 如此一来 就是一个完全没有自我计较 纯为天理的心 所以 我们做任何事情 都要有更高一些的目标与追求 这样心灵 就能从眼前的事情中脱身出来 立于更深 站在更高 去看待这件事情 也就不再有那么多的计较了 这样就能做许多事 而不为其所累 王阳明说 圣人之心如明镜 只是一个明 则随感而应 无物不照 未有以往之行 尚在未照之行先居着 圣人的心就像明镜 清明可见 任何事物都可以映射等 他们去了 也不留下任何痕迹 心灵只有如此 才能在处理各种事物时 悠悠自如 从容不破 应变无穷 在今天这个迅速发展 生活节奏 越来越快的时代 这种心如明镜的状态 反而能生活的更轻松快乐一点 今天的人都追求快 古人则说 欲速则不达 尽管我们想快 但心理急躁 就会失去冷静 从容处理事情的能力 这种现实不随人愿的落差 导致的无措于痛苦 其实就是一种我执 而王阳明的心血 提倡的正是破除我执 得到真正的快乐 其实我们的心灵 本来蕴含着无限潜能 过多的苛求和执念 有时只会加重你的资责 束缚你的思维 托缓你的效率 如何才能拥有这种状态呢? 答案就是一个字 闲闲有两种 一种识人闲心 也闲给自己一些时间 从繁忙中脱身出来 一种识人忙心不忙 这是需要靠人的闲去养 和在觉察克制中去修的 无论哪种 其实对我们做事都有益处 反而是悲伤和焦虑 在拖我们的后腿 这也是庄子说的 无用之用方位大用 除去成功和拼搏 还能拥有更加色彩斑斓的世界 连感受快乐的能力都没有的人 会更难追求幸福 王阳明说 破山中贼亦破 心中贼难 当你觉得诸事不顺 身心俱疲 却成绩甚微的时候 也许你该将眼光投向自己的内心 去战胜自己的陆席 解开自己的心结 若能把心中之贼破掉 学业、家业、事业就会改观 解决人生困境 便如釜底抽薪 此心光临 此生才会光临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大家